Hello Homies 你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的宅报导 让你宅久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本周最宅话 本周呢要告诉大家什么最新的新闻呢 首先是英国伦敦反抗灭绝行动 企图透过大规模摊换公共运输 呼吁英国政府要达到2025年零碳排放 还要参考爱尔兰政府组成公民照会的形式 来监督政府的气候变迁行动 爱尔兰议会今年3月28日 采大公民照会的气候变迁政策的决议 国际能源总署4月15日发布 最新爱尔兰能源政策检视报告 德国政府将于今年5月后 公布2019年能源转型进展报告 英国气候公民行动反抗灭绝 上周于英国伦敦展开大规模气候不服从的运动 企图瘫包含国会广场等四个交通枢纽 而国际首席的环境律师亚密也参与了反抗灭绝的行动 他因闯入了壳牌石油公司总部而遭到逮捕 他表示 我以为透过法律科学对当权者讲出真相会获得的解答 以为我们将真切及时的预警原则的基础上展开行动 但是我们失败了 因为这些石油公司的主打造成政府的辞职 而这样的辞职不是以外 是被系统性受财务支持的游说下的支持制 而英国的气候反抗灭绝行动 也要求政府不要再继续说谎要讲出实话 并且于2025年达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 也就是采放量等于吸存量 最后也要求政府学习爱尔兰的经验 以组成公民照会的方式 持续监督政府的气候变迁行动 那到底爱尔兰公民照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爱尔兰公民照会是由99个被随机选取的公民 组成的公民审议会议 来讨论爱尔兰的公共议题 而2018年4月18日爱尔兰公民照会呢 针对了气候变迁政策提出了三项的政策建议 那你说这样的公民审议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啊 爱尔兰议会呢就于今年的3月28日 决议通过采纳了几个重要公民照会的决议 决议的内容包含了 第一个要效法英国成立独立的气候变迁委员会 还要再以法定的方式通过五年一度的探预算 并且要求爱尔兰政府于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要求 而在2019年到2030年间呢 也需要施行碳税 碳税必须从每顿的20欧元要涨至80欧元 而更重要的是呢 他们现在目前针对碳税的收入并没有进一步的决定说 要如何使用这样碳税的收入 所以要先冻结起来 在最后的确认要继续分配这些碳税的收入 2030年呢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的占比呢 也要达到70% 国际能源总署呢 4月15号呢 也针对爱尔兰的能源政策检视呢 提出了报告 这个报告呢 提到了爱尔兰的电力部门呢 它持续的低碳化 2017年呢 风电呢 占了全国总发电量的25% 在IEA的会员国里面呢 是排名前三名 它的电力系统呢 也越来越距盘性 什么意思呢 它是代表的是 它可以调节了超过65%的再生能源电力 但是呢 它这样子的努力呢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2020年的减碳目标 它表示呢 因为2017年的初级能源消费中 在化石燃料 仍占了爱尔兰的90% 而能源消费量也持续的上升 所以呢 还必须进一步的 透过低碳的能源策略 还有能效的提升的策略 来达到它的减碳目标 讲到能源转型 预计呢 是在今年的五月六月的时候会提出 目前呢 这个初稿的重点呢 包含再生能源 温室气体减碳目标都有相当的成效 然后2018年的能源消费量 也是自1972年来最低的一年 但是整体而言呢 能源消费量的削减呢 速度还是不够快 而针对建筑 还有运输部门的能效提升呢 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投资 而这两个部门呢 同时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第一个压力呢 是目前的汽油行动法的规范上呢 是要求这两个部门 必须要订定年度的减碳目标 而在另外呢 在欧盟层级上呢 它也面临了一个压力是 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个减碳目标的话 也必须要在额外的花钱来买探权 来抵贱你的未旅行的减碳目标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道 拜拜